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记》第五章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看经文的内容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将一些《诗经》的工具或者方法 能够试用一下,试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想一下经文 以至我们在教导上能够多一些不同方面的见解 所以我们回到比对的研究 它说圣经不是真空的状态出现 圣经一向不是由天跌下来 而是用一些非人画来沟通 总是会有它的历史的处境、文化的处境、特地的状况 所以圣经的启示,我们不要想到一定是非常之特别 当然是特别,因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 有上帝的权威 但是特别的地方,我们不要想到 就是跟当时的世界、历史的处境是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回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圣经是在近东的世界 近东的文化里面出现 上帝是藉着这个近东的世界 来对他自己的子民讲话 以及启示他自己的信息 有相似的地方,亦有差异的地方 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古代的以色列人 大维摩西等等 《圣经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 他跟他的轮舍,埃及人、阿朔人、迦南人、巴比罗人等等 他们之间有很多,所谓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多于我一个现代人 和一个古以色列人之间相近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是什么?语言上 用的术语和观念,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写作里面的修辞的手法 这些全部都是古近东里面的所谓他们的common ground 就是他们大家相似和共通的地方 在这个处境里面上帝 就藉着当时的近东的文化 不同的方面来启示他自己的信息 所以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很多差异的地方 所以对于上帝、人、世界之间的关系 旧的圣经就启示一个完全新的信息 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看近东神话 我知道有很多时候 我们还在一些很传统的 旧有的观念里面 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斗这些东西 因为一些巴比伦的神话 甚至我们将来看下去 我们会看一些近东洪水的技术 是很像罗亚洪水技术 似到的地步 可能会觉得我们很惊讶 为什么我们惊讶呢 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觉得圣经只有他去说话 只有他去记载某些事件 其实不是的 其实在近东世界里面 有很多common的事情 他们都大家会去讨论 或者大家会有不同的见解 圣经是其中一个 当然是按照上帝的启示 按照上帝的权威 来表达出来的一些不同的信息 所以在这个比对的研究里面 我们就看圣经有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差异的地方 差异的地方 我们可以像这里六項 当然六項不是彼此之间是对立的 很多时候是overlap 很多时候是大家有相近的地方 但大家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经文 和有不同的信息 是和一个近东的背景 近东的文化是有分别 分别可以是一个所谓degree of difference 即是一个分叉的程度 最少的程度当然就是一些 圣经讲一些另类的 不同的一些见解 对人生观有什么见解等等 这些就是alternative 也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经文 是圣经很着意 要去到和当时的文化 宗教 社会政治 不同的意识形态 也有时候是做一些所谓countertext 即是经文是做一些反对的言论 反对当时社会 当时的文化 他们有的意识形态 也有parody 即是去讽刺 譬如是什么呢 譬如在《先知书》里面有些讽刺的话 是讲到外邦人的偶像 说这些偶像是用木头弄 但是他没有生命的 不能够说话的等等 所以有一些讽刺 同样也有一些更加强烈的批判 所以一种critique 上几次我们也有讲过 圣经里面一些用语 一些概念 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圣经是去到挑战 或者去criticize 批判当时的 巴比伦帝国 他们做的 或者讲的一些意识形态 譬如人人不是平等 圣经第一章 人人都是神的形象 整体的人类都是神的形象 甚至最强烈的是一种争辩 Polimic Polimic 即是去到 根据用言语来攻击他 譬如以采雅书 有很多不同的章节 讲到一些異教 一些偶像的宗教等等 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 这些神都是虚的 虚假的 所以做一些很强烈的 所谓Polimic 一些争辩 所以虽然这六样东西 甚至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去描述 这些差异 有人用不同的字眼去形容 但都是一个程度上的分别 就是比较弱一些 和比较强烈一些 所以我们 怎样知道圣经在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到 了解这些其他所谓 就是义邦留下来的一些文献 我们是需要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明白了 这个背景更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越清楚圣经 去到做些什么 而且我们不需要怕 去做一些近东背景的比对 我们有很多史词 曾经有人问过 那个人在读神学 他就开始对读《创世记》 他在神学院的课程中 很惊讶 他发现 原来说《创世》的故事 不是《希伯来圣经》才提出 原来巴比伦阿朔 阿吏等等 这些。所谓乙邦 都会讲《创世》 並且有一部分是相似的,當然也有很多差異 但他很掙扎的問題就是,他問為何聖經不是第一個講 而是後那麼多 譬如之前我們講幾次,我們講了一些巴比倫近東的創世史詩 創世的神話,那些應該比希伯來創世紀第一、二章所記載的故事 他有很大的掙扎,為何聖經這麼遲才講 為何聖經這麼遲才講,是不是神的啟示 神的啟示不一定是第一個講 神的啟示不一定是第一個用那個形式來講出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看看《新約的聖經》 寶蘭經常寫書信 書信的格式是當時希羅社會 希羅世界用的書信格式 首先有個寫信人 然後有收款者 然後下面再講書信的內容 如果你看看希羅文化的作者 去到寫信的時候 其實這個格式是幾乎一樣的 甚至用語也是非常相似的 你說寶蘭是否全世界第一個用這個格式寫信的人 當然不是 只不過他用了這個當時流行的格式去講神學 和教會寫信 甚至將基督教化 開始的文安、句語 他加了原因為平安等等 基督教的字眼 基督徒信仰的字眼 加了上去 所以那個形式是很相似 但內容和本質 想講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但寶蘭絕對不是第一個寫信的人 再看看《新約的傳記》形式 好像福音書那樣 他們是否第一個寫耶穌的傳記 耶穌福音書的術史 當然不是 路加寫《使徒行傳》的時候 他們是否說過 我如何收集這些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技術 然後我跟提阿菲羅大人你 按次序的我再寫出來 換句話說 起碼寫《使徒行傳》歷史的時候 他不是第一個寫 有很多其他的帳戶 有很多其他的記載 他就把它收集 然後再寫出來 所以不是先後的問題 我們不要覺得 因為我們經常說 聖經是神的話語 他就一定是第一個 不一定 往往就是在一個已經有的處境 有這樣的世界文化裡面 聖經的啟示 上帝和人溝通的時候 就是用當時人明白的語言 和觀念等等 我們看《創世紀》第一章開始 我們講到《創世》 不是要解答一些現代人的問題 而是跟當時古代的以色列人 在近東的世界裡 他們所接觸很多不同的創世的神話 一些論說等等 你可以叫它另類 也可以是一些反對 甚至諷刺 甚至去到尊敬 爭辯的情況 所以不是說科學的事情 而是說當時 世界人所有的觀念 他們所問的問題 去答他們誰才是創造主 所以說到這裡 我們今天會看《創世紀》第五章 但我們先看第一章 我剛才告訴你 在《聖經》 和當時的近東文化 宗教等等 去做一些爭辯也好 或者做一些對話 或者做一些對立也好 你就可以明白 可以想一想 《聖經》第一章 一些記載 到底想做些什麼 和以色列人想做些什麼 這裡是一章第十六節 我們慢慢讀 Faya Ash Elohim Eshani Hamehwohagadonim 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Faya Ash 就是我們記得 希伯來文 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動詞 就是他做了 He made He created Vaya Ash 就是動詞之後 就是那個主格 主格 就是動詞的主者 就是Elohim 然後就有這個 At 如果你不太記得 很多我們看過的希伯來文 這個一定記得 這個 Alif 再加Tath 下面三點 就是E的音 短的E音 就是At 就是一個客體的標記 所以從頭開始 這裡首先有一個動詞 He made Vaya Ash Elohim 就是Elohim Made 神做了 做了什麼 這個沒有翻譯出來的 就是At 就是告訴你之後的東西 做了什麼 Shani Hamehwohad Shani Shani 就是兩個意思 Echad Shani Shani 就是Two 二 兩個 Hamehwohad 這個字是光 這個字演變出來的 其實就是光體的意思 就是發光的東西 可以叫做燈也可以 可以叫做燈也可以 就是發光的東西 光體 Wohad 兩個的光 然後後面這個 Hakitanim 就是形容詞 就是形容這個名詞 Hamehwohad Hamehwohad 這個形容詞就是Hakitanim 即是大 的意思 大的重數 因為這裡說兩個 所以說重數 神做了兩個 Hamehwo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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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大光 Great lights 然後繼續說下去 這兩個大光是做甚麼 Hamehwohad Hamehwohad Hakitanim Hamehwohad 第一個就是 那個大光 這個又是一個客體的標記 不會翻譯 Hamehwo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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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詞演變出來 Hamehwohad 就是管理的意思 統治的意思 Hamehwo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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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光 Hamehwo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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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光就是管理咒 然後,就另外一個光,因為有兩個光 第二個光就是細的光 Fa'ed Ha'ma'or Ha'gadon, Hamishelet Ha'lai'la 這裡又是同樣,像上面那樣,多了一個N 就是一個Va,一個N 然後有一個客體的標記,作者就說 我現在講到細的光,Ham'a'or Ha'gadon 這個字跟上面的字一樣,平衡 就是光,光怎麼形容它呢?就是細,上面就是Hagadon 就是大的,下面就是Hagadon 就是細的光 管理這個字又出現,但管理的東西就不同了 因為上面是Hagadon 日頭的時間 下面是Hagadon 是嗎?Hagadon 所以這個細的光,就是管理夜晚的 就是晚上的時間 然後下面就加兩個字 Hagadon Va'et Hag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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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眾星 你說,在近東的文化裡面,如果我們認識多了的時候 如何看到它做些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做兩個光 一個大的管奏,一個小的管爺,然後就是眾星 如果你明白近東的文化,所有天上的萬象都是有神聖的 太陽是太陽神,月亮是月亮的神 所以,在希伯雷聖經裡面,太陽是有名字的 我們今天英文都會說Sun 我們不會說Great light 我們說月亮就是Moon 月亮 我們不會說Lesser light 不會說Small light 但這裏就是希伯雷聖經作者在做的事 就不用Shemesh Shemesh就是太陽的意思 在近東裡面,Shemesh是一個神 一個神子,一個神明 就是太陽神 也不會用月亮這個字 他就用Lesser light 就是Hagadon 就是Small light 小的光 就不用Yerach 月亮這個字 因為這個字,月亮等於華人的農曆 Lunar calendar 又是一個神的名字 或者指向一個神聖的 entity 所以沒有用Shemesh 也沒有用月亮這個字 Yerach 所以為什麼不用呢 明明在字典裡面有這些字 他偏偏用什麼 Hama-ohagadon 就是大光 Hama-ohagadon 細的光 意思是他故意不用這兩個字 就是讓讀者知道 這些全部不是神聖的意 避典了不用這些近東的人 上叫的一些名詞 因為說起太陽的時候 近東的人就想起 哦,是不是那個太陽神 是不是那個嘉南人的太陽神 或者宗教裡面那個月亮的神 他就不用了 他就用大光和小光 然後最後 Hakukavim 就是眾星 這裡幾乎是不說也可以的 但是他好像加一個珠腳 做眾星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眾星 木星、金星、什麼星都好 都是一些敬拜的偶像 都是在近東的世界裡面 是有神聖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 有很多的學者都會說 是Demaphologize 就是將它去神畫化 當時的世界所預設的 那些神聖的東西 全部東西都脆掉了 沒有了那些宗教的味道 大光、小光、眾色 只不過是上帝所做的東西 事就這樣成了 所以你看到他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的圖表 就是這些東西 他跟當時這個近東的世界 太陽、月亮、星星 全部都是拜得的 但是他寫創世紀第一章的時候 就是這些東西不是敬拜的對象 連個名詞都不說出來 暗示地 即是說這些東西 值得敬拜的只是創造主 不是創造物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你只能夠看到 你只能認識多些近東的背景 不要用我們現代人的眼光 去進入盡路 先用古近東的世界的人在想什麼 你就知道這個聖經 創世的第一章 剛才的例子 就是在做什麼 可能是一些 另類或者反對 一些暗地裡面的諷刺也好 有人甚至說是一種 怎樣都好 就是程度上的問題 就是有多強烈的問題 你就看到 他用的用語 有很多時候都是很刻意的 想過了 就是來講清楚 到底那個神學的訊息 是些什麼 我們很快去到第四章 最後的時候 我們說記載完了 該人的 就是Exal 流亡 離開了上帝 因為他們的 Disobedience 他們繼續的背叛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耶和華的棉 然後一代一代地生下去 生到第七代 去到拉麥 這個第四章 就要到尾的時候 最後的時候 25節 我們看過了 就是這個作者 又回到頭 回到頭說什麼 講亞當的另外一個兒子 就是塞特 這個後裔 這個義子 Ban 繼續生下去 就是以羅氏等等 然後26節 最後就是那時 人開始來呼求耶和華的名 你記住 不是拉麥之後才講這些人的歷史 是回到頭再倒序 回到頭再倒序 講回塞特 然後一路追隨這個宗系 就是這個宗系開始 來將耶和華的名 去到宣告 去敬拜 以及去認訊 開始來擴散 開始來 有另外一個人類出現 這就是跟隨耶和華 去敬拜 耶和華 所以有一個倒序 回到塞特 四章 結束之後 到五章第一節 看看你有沒有聽到 作者又呼應 之前那四章 講過一些字眼 五章第一節 以下就是 亞當後代的記錄 如果你看到原文的話 其實是 Writing 就是Written Account 有人以前猜 可能會不會是一塊泥板 等等 就是那些家譜 這些字 好像近東的獵王表 寄出來 特別這裡有一個廣告 講到這個 亞當的後代的記錄 這個字 上帝創造人的時候 是按照自己的樣式來做的 他創造一男一女 創造他們的時候 神賜福 給他們稱他們為 Adam 人類 亞當一百三十歲的時候 生了一個兒子 形象、樣式都與自己相似 就給他起名叫做 Satat 亞當生Satat的時候 還活了八百年 然後生了其他兒女 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年 就死了 這裡就是 新的人類開始 家譜開始 我們說過 聖經特別在創世紀 經常用家譜來講神學 所以由亞當到Satat開始 New Humanities 這裡有一些字眼 讓我們想起創世紀第一章 創世紀第一章 神願創人的時候 他的心意是做什麼呢 管理大地等等 去敬拜他 這個由亞當到Satat開始 就是一個敬拜上帝 一個新的人類開始 跟該人的 作一個對比 很多時候 家譜和家譜都經常會做一些對比 做一些比較 這裡最清楚 所以這裡說回形象樣式 形象樣式 這是第一章有提過的字眼 人類等等 這裡的亞當就是一個 所謂的Historical Adam 記載他的家譜 然後我們去到家譜的第1,2,3,4,5,6,7 第7,去到以諾 以諾65歲的時候生了馬土薩拉 生了馬土薩拉之後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並且生了其他兒女 共活了365年 他與神同行 所以神就把他娶去 他就不在了 這些字眼 又叫我們回去思考 與神同行 伊甸園 記得嗎? Walk with God 神去到Walk among他們 在他們中間去行 所以這裡又說回 原本 神與人之間應該有的關係 這句話 Walking with God 經常在創世紀都會出現 羅雅 阿巴拉罕等等 甚至到先知書 都有說這些說話 譬如行公義好年吻與 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一個異者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 李家書六章第八節等等 這裡說到 New Humanity New Community 說到他第七代的時候 加了一些字眼上去 雖然 阿普五章一直說 他生了兒女 然後他死了 然後繼續說到下一代 生了兒女 又死了 有個死字的 在一個死亡的真實狀態 reality 裡面 但是在第七代 居然有一個不死 有生命出現 到底是飛上去 一定是怎樣 沒有很多仔細說 但最重要的是 這是生命的強調 就是這個家寶裡面 第七代拿了以諾出來 就是來講出 這個是生命的經歷 經歷到上帝的生命 被神取去就不在了 這個第七代 就很明顯就跟該人的第七代 就成為一個對比 就是 因為該人的第七代 就是什麼 最後就是死亡 暴力 你記得 薩埃默的遭暴七十七倍 他講話 他那首歌 跟他兩個的妻子說 大和洗奶 那首的詩歌 七十七個希伯萊的字幕 全部都是講violence 強暴 這邊就完全不同 是講生命 第七代和第七代 作一個對比 兩班人做一個對比 一個是跟隨耶穫 一個是利器了耶穫 然後我們繼續下去 五章第28節 出現了一個字 是在該人的家譜裡面 也出現了的名字 就是叫做拉麥 第九代 拉麥一百八十二歲的時候 生了一個兒子 叫他起名做羅雅 然後他就說話 這兒子必使我們從地上的操作 和手中的老虎得著安慰 因為瑤華曾經奏助這地 拉麥就生羅雅 還活五百九十五年 並且生其他兒女 拉麥共活了七百七十七歲 就死了 羅雅五百歲的時候 就生閃含羽雅忽 這裏就是拉麥和拉麥 來做一個比較 剛才就是第七代和第七代做一個比較 然後第五章 塞特的家譜敬拜上帝的這班人 又用一個同名 Lammec 來做一個比較 為何會用Lammec 我想提出兩份 paper 一份 paper 是九一年寫的 就是一個風派的近東學者 叫做Richard Hayes Richard Hayes 在分析這個家譜的時候 由創世的家譜 就是講到拉麥 他引用一篇再舊一點的論文 那篇的論文就是一篇考古的論文 那篇考古論文就是一個近東學學者 猶太的近東學者 叫做Michael Krugan Michael Krugan 去到研究 那些 初期有字母的時候 有時會找到一些學生寫的 即是寫ABCD 就像我們剛學習習法文 我們就要學習習法文的字母 Consum 我們要學習習習法文 其實在以色列 有找到很多圖片 像打碎的瓦缸 那些大的圖片 有時候是一些,我俗廣東話叫他鬼話符,寫得不太好 好像是小孩子學生寫的文章 Michael Guggen 去看一些圖片的時候 他就發現,因為 eventually,希伯萊的字母有22個 剛剛一半的時候,就是 Lammet 開始 Lammet 開始,譬如右上角 在死海古卷發現的地方困難,屬於主前一世紀的時候 在山洞裡找到這些圖片 上面看到這個圖片爛了,不知寫了什麼 下面有一個長線畫下來,這個就是 Lammet Lammet 在這些加南文、希伯萊文 永遠都是第二半開始的 因爲你計算一下,在希伯萊文的字母裡面有22個 Alef, Bey, Gimladaw, Hef, Salen, Hektek, Yo Kov 就是11個 去到Kov 就是11個 然後十二開始,下一半的字母就是 Lammet Kov Lammet, Memnun Summert 等等 所以你將22個字母斬一半, Second half 是 Lammet 所以在這些字母的寫法裡都是這樣 所以Lammet,說回家譜 在中間,其實結束上一半 然後開始下半 所以在那個家譜裡面,都是有刻意這樣做的 因為在這兩個家譜裡面 一半的時候就是 Lammet 然後到第五章敬拜神的家譜 也是由 Lammet 去做一個所謂分水嶺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四章,Lammet 是有說話的 整個家譜裡面,只有他有說話 還說七十七個字母 說法人死亡 到這個家譜 五章第28節 作者就刻意給他說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生羅雅的時候 Noak 希望這個Noak 就是我們的盼望 Noak 這個字 是好像得安慰這個字的音 所以在這個Noak 出生的時候 即是羅雅出生的時候 就希望在這個人身上得到安慰 即是救恩可以從他而來等等 即是一些祝福 不是周座 是一個新的盼望的開始 所以在這個家譜裡面,你就看到 這個Lammet 就是上一半和下一半的開始 故意將這個名字放在這兩個家譜的書 然後就說出整個家譜 有很多不同的Number等等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比對的研究 即是這些稅數等等 有沒有一些類似家譜 或者一些獵王表 我們能夠去做一些比較 然後我們知道創世的第五章 想做些什麼呢? 跟當時近東的世界有什麼分別呢? 我暫時說到這裡 如果這次的一段時間 我們就要講過